Hello 各位同学大家好 I'm Cindy 我们继续要来讲解第5课的单字第24个 请同学翻开课本 我们看到第24个Costume 这个字就是戏服或服装的意思 大家应该都知道什么叫Cosplay Cosplay 就是这种穿上你喜欢的这个比方说动漫的人物啊 去扮装这样子然后去展示 这个叫Cosplay Cosplay那个Cos就是什么 就是Costume 就是戏服的意思 戏服 Costum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解释 Clothes for special occasions such as performance, stage, play or parties 这衣服是为了特别的occasion就是场合 比方说表演啊或者是stage就是舞台 舞台剧的演出 还有或者是派对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The actors were all dressed in 16th century costumes 这所有的演员都 were redressed in 比dressed in固定的用法就是身穿着 通常用这个dressed呢 都是指有盛装打扮的意思 盛装打扮的 他们都穿着印 注意一下这些词用印 16世纪的衣服服装 这是一个复合形容词 我们看到第二个例句 All the actors and the actresses are in costume in the theater for the dress rehearsal 所有的演员跟 这个是男演员 这个是女演员 都穿着戏服在这个戏院里面 为了for the dress rehearsal 就是为了这个rehearsal 就是排演 排演的意思 名词 排演 我们看一下在这个解析的部分 那costume呢其实刚刚有讲到就是说它其实本来是指系服啦 那服装设计师的话我们在costume后面加个designer就可以了 designer 那costume drama就是古装片 那costume party就是化妆或扮妆舞会 这个不会非常的难 那同学你看一下 这边有几个齁 这个差异 那其实costume呢其实通常都是指系服 或者特殊的服装 那clothes 就是我们任何衣服 就是所有的衣服都叫做clothes 那clothing它是衣物的总称 衣物的总称 它是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指衣物的总称 clothes这边是指布料 布料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个 第二十五个 第二十五个 promin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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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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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prominent呢本身就是有指著名的或者是卓越的显著的 这个叫prominent 那加个ly就变成了副词 就是很显著的很显而易见大家都可以看到的 这样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释 clearly visibly noticeably clearly就是很清楚的visibly 就是可见的noticeably 就是可以注意到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例句 her work of art is placed permanently in the center of the hole 好它的作品work of art就是艺术作品被放置在prominently 好很明显的很显眼的好所以这地方就是可见的啊肉眼可见的哈 visibly 有没有 好很显著的啦 好在这个中心的whole就是展览厅这个展览厅的中心的位置 那这个prominent就是有著名的或者是知名的 其实最简单就是famous对不对 同意字famous famous或者是杰出的卓越的outstanding outstanding 好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picasso is a promine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art picasso是一个知名的figure就是指人物 人物名词人物 history就是历史 在这个艺术的历史上 好现在艺术史上 好我们看到解析 那解析的话其实刚刚大部分意思我们都有讲过了 好那注意一下喔 好除了这个显著的啊卓越的没有重要的 好important也是同类同意 同样的有类似的意思 那我们特别注意一下它的名词心 prominence 好注意一下字尾呢 改成ce 好变成了不可数名词也就是有声望 显著 杰出 卓越 好的意思 我们看到例句 the largely unknown football team came to prominence after they beat the defending champion in the world cup 好这个绝大部分是 unknown就是 没人知道的 没有人知道的 football team 好足球队呢 来come to prominence 就是变得变得卓越或者变得知名 这样 就声望提高就在他们 击败了defending champion 然后这个未免的冠军就在这个世界被defending champion 叫做未免冠军 好因为他在防卫他自己的冠军地位 所以这叫未免者 好未免者 未免者 未免者 好我们来看到 下一个单字 好第26个单字 deceptive deceptive dece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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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呢 deceive就是欺骗 那deceptive呢 就是他的形容词 欺骗的 不实的 那同学他的名词型应该是什么 第一什么 decept 什么呢 deception deception 名词型也就是欺骗的意思 好我们来看到形容词 dishonest就是不诚实的 honest 诚实的 dis 相反词不诚实的 telling lies就是说谎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 appearance can be deceptive sometimes 好外表 外表 外表 好注意啊他是复数型 可 可能会是 騙人的 有时候 那他的动词型欺骗 the poor old lady was deceived into giving all her money to a cold man 好这可怜的老太太呢 被欺骗 好注意一下这个用法 解析词 解析词 prep 就是解析词 好被欺骗去 给他所有的钱给谁 a cold man cold man就是骗子 好就是骗子歹徒 好 诈骗的人 好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好那deceive呢 刚刚有讲他就是欺骗 好那他的同意字有什么 cheat trick 好这个都是 那同学你注意一下 那刚刚的用法就是说deceive的用法 deceive deceive into something 那这个into呢它是一个解析词 你后面可以加上名词或者是动名词都可以 好我们可以再看一个例句 the man produced a fake ID and deceived the little girl into believing that he was a police officer 好这个人呢他 他呢 好去做了一张假的身份证 然后呢 好 骗这个小女孩呢去相信她是个警察 好所以呢在这个地方 be deceived into 是被骗 好被骗受骗上当 好那他的名词型刚刚已经讲过了 就是欺骗 好 deception 然后他请注意他是不可数名次 好我们来看到下一个单字 第2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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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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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字就是法律的 那其实我们已经有讲过了 形容词about or related to law 就是跟法律或跟法律相关 或者是和法律related to 就是和什么什么有关联 那法律我们 法律的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例句 Jim called the historian for some legal advice on his case 就打电话给他的律师 为了一些法律上的advice advice就是建议 建议 建议在什么方面建议 建议 借系词用on 在他的这个案件上的建议 那我们知道说OK 同学他的相反词非法的不合法的怎么讲 是不是 illegal illegal 对不对 在这个字 守这地方加上il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复习一下他的其他的用法 那legal呢就是说法律上的啦 那采取法律的行动 很简单来请你写上take legal action 采取法律的途径或行动 那legal age我们已经学过 也就是法定年龄 legalize 在字尾加上ize 也就是适合法 适合法 好相反词呢 illegal 不合法的 不合法的 好如果你忘记了呢 请你再把它写在课本上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28个 ethical ethical ethic 好这个字呢就是指伦理的道德的 我们看一下英文解释 Moral over correct according to a certain value system Moral这地方就是指合乎道德的 合乎道德的 corrected就是正确的 正确的 正确的 好根据 according to 是根据 根据 一个特定的value system 价值体系 好我们看一下例句 Many have adopted weather cloning technology It's ASCO and have asked for more legal control of the practice 很多 Many 很多人 已经开始 adopted 这地方是一个现在完成式 所以have加上VPP Dopt就是怀疑 怀疑 好怀疑什么事情呢 whether whether就是是否 好这地方呢 whether是当做一个 名词指句的开头 好名词指句的开头 好所以呢 这地方来注意一下 whether cloning technology is ASCO whether就是是否 cloning呢 就是复制的科技是 是合乎伦理的 是道德的 然后再来 and have asked 这地方呢 也是一样 and and呢 后面这地方其实 还有他们怎么样 已经开始要求 一个更为 legal control 合法的控制 of the practice 对于这一项的做法 practice就是做法 好再来我们看到说 asic呢是一个名词 那如果我们讲到道德 道德层面的话 通常我们会在 好会在c后面再加一个s 好我们先看理句 rick who made the public the records of his patients betrayed the ethics of the medical perfection rick 然后同学注意 斗点户 请问这是限定 还非限定呢 好 就是非限定的用法 非限定的关带 的用法 好非限定意思就是说 前面怎么样 这是专有名词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rick了 所以我们要加个斗点 who 他呢 好 他呢 made public 这地方是过去式呢 就是 made made public 就是使得 使得什么公开 同学 使得什么公开 这个public是公开的 使得 他的病人的病例公开 原本这个是放在这地方 但是因为可能他这个the record of his patients 太长了 所以我们就把它放到public的后面 好 他呢 betrayed的是违反或背叛 背叛 违反了伦理道德 什么伦理道德 就是the medical profession 就是医疗的 好 医疗职业的道德 medical profession 医疗职业的道德 好那这个字呢 其实 他就是指说 他跟moral呢 是很近似的 moral 只是在这个moral里面呢 我觉得他更强调 moral更强调就是一种道德上的一种勇气 这样 那esco呢 我认为他是比较只是讲说一个体系之中的一种道德的系统跟观念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的解析 好 比方说 在这个地方 这一个 好我们先看例句 more and more countries consider abortion an ethical problem and try to pass those against it 越来越多的国家 好这地方呢 认为 认为 堕胎 这个是受词 好受词补育育在这里 他是一个 道德的问题 然后适者通过法律来 对抗他 好那如果是讲到说道德的体系或者是各领域的伦理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搭配词 比方说在商业 我们说你这个跟人家做生意要有道德 不要违反就是诚信 这地方就是business ethics 好比较不会说business morality 因为moral它是一个比较像是勇气的感觉 道德勇气 那medical ethics 医疗的道德 professional ethics 好这个都是职业的道德 这样子 ok好 所以呢 ethic 好我们刚刚有讲 它就是一种 普遍被相信或遵行的原则 它影响人们的行为 涵盖的范围有法律 宗教工作家庭等等 好所以我说它是一种value system 它是一种价值的系统 好那 如果同学想要去分辨的话呢 你可以说 moral它就是一种 你可以写上道德勇气 你可以写上道德勇气 好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十九个 第二十九个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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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个字呢 strategy呢 它是指策略的意思 策略 好我们看一下解释 Ways or plans made to win or to get something 好就是方法或者是计划被制定出来去赢或者是得到某个东西 好比方说这个策略啦战略啦等等都是strategy 我们来看一下例句 第一个 The coach asked the basketball team to adopt a new strategy 这个教练要求这个篮球队呢去做什么 去采用 同学注意一下 搭配词这个采用我们用adopt 采用一个新的策略 好我们再看到第二个例句 The university invited an expert in military strategy to deliver a lecture on war history 好这个 这个大学呢 邀请了一个专家 在什么方面 在 军事策略的专家 来 deliver a lecture deliver a lecture 就是演说 deliver本来是有传送或传递的意思 这地方就是演讲 好 怎么样主题 on 用介绍词on 加上主题在战争的历史上 好我们来看一下解析 那这个strategy呢 其实 你可以指各式各样的策略 比方说在经济的策略 economic strategy 政治的策略 political strategy 或者是生存的策略 survival strategy 好这个都是可以搭配的 好那注意一下它的形容词 strategic 这个去歪呢 变成ic strategic 就是战略的 或者是策略的 好战略的 或者是策略的 好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 第三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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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ert 好 alert 好这个字呢 alert 本身就是指当这个警觉 或者是警戒的意思 那它可以当形容词 也可以当动词 也可以当名词 那它的形态跟方音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所以同学要特别注意就是它的用法跟搭配要怎么使用 好我们先看到形容词的部分 我们看到解释 careful cautious cautious也是警戒的 full of awareness awareness就是什么 就是注意 好就是有注意到 好全面的注意 好我们看一下形容词的用法 the local residents were warned to be alert to the approaching storm 好这当地的居民呢 被 被警告 要去 好 be alert to something 好同学注意一下 对什么警觉的 要用be alert to 这个to是一个解析词 好 注意到了approaching approaching就是接近的 靠近的 暴风与storm 好当动词的时候呢 就是使谁保持警觉 来看一下第一句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has alerted the public to a possible outbreak of flu this winter 好这个疾病控制中心已经 好已经怎么样 已经警告 好保持警觉 好警告呢 提醒呢 这个大众 好什么to后面加上什么 也是加上名词 好或者是动名词 因为它是一个介细词 好警 要警觉呢 有一个可能的 可能的 outbreak是爆发 爆发 Flu是感冒或流感 好在今年的冬天可能会有流感爆发 好我们来看到名词型好警报跟警戒 通常什么时候会像这个 台风的警报 好洪水的警报 海啸的警报等等 这都是a dirt 来看到例句 because of the heavy rain the central weather bureau has issued an flood a dirt because of 是因为 它就是介细词 好因为 后面要加上名词哦 因为这个heavy rain就是大雨 那中央气象局 这个bureau呢就是局 什么样的行政机关的局 我用bureau 已经发布了 这个issue呢 好比较特别 它当动词的时候 它这地方可以当作发行 或者是发布 发布了 a flood a dirt 就是洪水 洪水的警报 好来看到下一句 the police were put on a dirt after the bombing 好警方呢 or put on a dirt 就是被怎么样 被放置在 在这个警被的状态之中 好在这个爆炸案发生之后 好来看到解析 好那同学你从刚刚的例句看到没发现说有一个介细词就是to 好很常跟这个 就常跟adert搭配在一起使用 就是说对什么事情有警觉的 好有警戒心的这个叫adert 好那adert呢 好注意一下 它也可以当作在这里 鸡鸣的 活泼的 这样子 好比方说在这句 i were a dirt in class adert in class 就是在班上 它就是非常的 好就是很喜欢回答啊 很活泼啦 这样子 and answered my teacher right away 然后会马上回答老师的问题 那再来当名词的时候就是有警报警戒警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everyone on typhoon days everyone should be on the dirt 好注意一下这个片语 on the dirt to avoid the injury 就是必须要保持警戒警觉 为了避免伤害 好那我们这一课单字真的非常的多 那我们就是终于把它讲完了 谢谢各位同学这么耐心的听完这一课的单字 好我们下次见